我前天的話 欸好像就是昨天吧 我有聽到就是有一位選手 他在開始晃的時候 他就說 KUMI加油 老王加油 喊得非常的漂亮 喊得非常的響亮 是 結果呢 結果就是 有晉級啊 喔那太好了 對 有晉級 這位朋友不知道誰 他明天就會來了 他明天就會來了嗎 沒錯沒錯 哇那的確是有付錢給他 那看一下他明天要幫誰喊加油 對 因為他也是就是有晉級決賽嘛 佐恩還蠻香的 1-3就考慮一個 是 哇 魔焰 魔焰的話 不知道他有沒有晉時溫欸 沒有 沒有 我會做選1 屏息狙擊 是 我覺得真的是蠻純粹的一個惡人 就是中間右邊晒掉 OK 拿1 對 然後他拿死滅的話 感覺是比較偏向去玩 菲歐拉的一個體系喔 對 是 因為如果我說 他今天想要有更多的一個 轉圜的空間的話 他可能會比較偏向這個狙擊 因為狙擊的話可以用的人選 是再更多的 對 他挑戰凱撒拿狙 拿屏息狙擊不好嗎 也是蠻強的 對啊 可是他可能覺得 欸 我等一下 可以先再做一個泰坦 然後再給到這個鱷魚的身上 也是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大劍 可能再去合一個精進 呃 選手們一定有自己的考量 因為我的話我會想說 喔 我的這個蛇女惡心了 我就弄個狙擊給他 對 因為他現在目前比較缺的是一個 前排的坦裝 所以他的這樣子的一個選擇 就是確保說他前期是有強度的 然後像這一位 哇 那這邊鱷魚惡心了就還好了 就是因為惡心了嘛 很舒服 是 很好很好 然後等於他再做一個泰坦的話 其實比較舒服的挑戰的開局的話 就會比較偏向是這樣 你要嘛就是用諾克薩斯的體系過度 要嘛就是用這個蛇女加上這一隻鱷魚 你在前期過度就會是非常的舒服 因為他們都可以去消化 是一些泰坦這樣子的裝備 那這邊 面對到是同樣拉到五等的老王 但老王差一拉喔 這個裝備 以前期來說輸出是不錯 但前排沒有彈住 接下來後排隊A 兩個惡心的在打 有問題 老王拿下設立 而這邊 很可惜這一波拉五是沒有辦法 去齊襲到對手 是的 這邊然後老王就打了一個 蠻漂亮的節奏 那這裡的話 而且他已經有火炮了 甚至連鬼手都直接合成了 OK 這邊的話有可能有兩個 玩家會有撞症的問題 就是像冰淇淋跟Terry的話 因為他們兩個的話就是都是炮手嘛 就會比較容易去卡到他們的體系牌 而且冰淇淋又沒有三皮開 他明明是拿這個金光發明家的 不會是你比 玲瓏冰淇淋更快三皮吧 誒 是耶 冰淇淋不吵起來 有沒有這麼一個可能性 你比檸檬冰淇淋更快三皮 但是你在三連勝你要上這個皮嗎 這邊 爭取四連勝是比較好的一個做法 因為反正你皮爾托福贏的話 也就一塊錢 但是這邊預告 看到那個二星時紋找之後上皮 哇 好難受喔 而且他還是有魔力之韻的一個蛇女 有沒有機會 不會趕快 沒有 零 早知道 早知道 誰要他 我這邊就上皮了 好吧 Kerry 在今年前這邊也說的話 蛇 如果是剛剛 對待老王那一波有個惡性失誤的話 他應該就是全場唯一可以連勝的 蛇的話 拿魔力之韻就很偏向他的這個希爾科 因為他也是一個非常喜歡玩希爾科的一個玩家 就是一個發惡症的一個愛好者 然後這邊嗜血泰坦也合出來了 這裡已經找到了一個挑戰 沒錯 挑戰者一號已經準備了 對 筆記寫上了 你是挑戰 請給我一個挑戰 喔冰淇淋 二星解析了 那看來他是有很成功順利的去開出三皮爾托福囉 哇 這邊三之一二星解析其實進度超前了 來喔 我們愛刷 OK 已經進入了一塊錢了 進入了一塊錢的領域了 是 欸可是蛇女進的就有點少了 所以就不追了 這邊直接去追馬爾扎哈 馬爾扎哈確實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的確是沒有蛇女這麼強 對沒有蛇女這麼強 但就堪用 畢竟蛇女只有一隻 欸這裡怎麼突然來了兩隻 想搞心態 哎呀 米里歐歐歐怎麼又是馬爾扎哈 怎麼有一隻角色 格子也太卡了吧 啊 老格 哦 三星了 再多刷一點 再多刷一點 怎麼一直刷到馬爾扎哈 我已經三星啦 不用再給我了 馬爾扎哈要四星了 再刷下去要四星啦 四星了四星了 確實是四星了 是帶雙胞胎是不是 哦 還是帶雙胞胎 雙胞胎 說來就來 要是有雙胞胎 我剛剛馬爾扎哈已經直接準備好了 比較穩的一個辦法就是拿一 可是現在雙重空洞物質 其實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因為他畢竟有多給一個組件 不過老闆這把是 過度比較爽的魔鬥凱薩耶 真的是耶 一直在那邊疊諾克薩斯耶 對啊 諾克薩斯已經先疊了嘛 然後裝備也已經好了 而且他還直接在第二個 三之二這邊拿了一個升級 對啊 就是 過度爽爽 準備上去 要讓大家見識一下 那個 鐵男的實力了 沒錯 棒棒人要來囉 哦 感覺很多人要撞陣耶 這個娃娃是撞 跟面子一樣 都是挑戰的一個體系 然後 Terry的話就會跟冰淇淋是撞陣的一個狀態 老王是拿到魔鬥嗎 蛤 什麼 老王 第二輪選 然後他拿到魔鬥了 免費的 免費的魔鬥來了 有沒有考慮把免費的機力塞到他嘴裡啊 大家都是我兄弟 這個魔鬥我先拿囉 然後這邊 娃娃 王三之二直接搶等 然後我們這邊已經刷到了 菲歐拉 欸這個凱薩也來了 可是他比較難受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太多的仿妝了 嗯 就最討厭的是 今天玩挑戰的一個體系結果 全部都是仿妝 對 就比較痛苦一點 好 非常痛苦的一個狀態 還有他的正義是已經合了 而且給到了菲歐拉身上啊 這邊給裝了 畢竟他已經是吞了7點半了 這裡是大滴了一波 就是想要趕快這邊把血量鎖住哦 沒錯 然後他這邊就是來不及給這個菲歐拉去吃到地馬西亞 是給到了奎勒去吃到 但如果怕來不及按的話 可以就是W按兩次 就可以快速上怪了 老王 有升級3-7拉到8等去拿牌了 兩牌 這個 阿雞 是不是直接餵 直接餵到嘴巴裡啦 這把 要不要把老王先寫上去啦 這就是 鑽精魔鬥的玩家 就該要有這樣子的一個強度 沒錯沒錯 有什麼裝飾要的趕快留一留 趕快留 火斗是不是也可以留 火斗感覺也可以留 哦 他的話可能會拿燒 所以他拿燒的話就可以拿去變了 哦對他這邊如果三燒確實不需要 他用一燒火斗可以變 是是 經過應該會留 對 他還蠻喜歡去拿新火的 哦 好了啦 貝爾維斯 感謝你對這場的付出 謝謝 你真的很棒了 沒錯你很棒了 你很棒你很棒 OK完美裝 完美 真的是挺完美的說實在 凱莎這邊的話看是 法爆吧 感覺法爆挺好的 然後再來就是等精進之毛 剩下的裝可以去隨便合 或者是 如果很急的話這個 保衛者姿勢可以合 但是我自己還是會比較傾向 對哦 他直接合了 電刀合了 我想要一個 電刀慢慢減抗 對 因為 然後 然後 我是覺得 嗯 如果想要 然後 因為後面 還有一個選秀嘛 是 然後 他隨機都合了 如果這樣的話 要不要 直接把一件裝飾做給 反正他有夾子 可以做給狗頭什麼的 對 他可以做一個 給惡薩斯的 防禦裝備 然後電刀給到奎人身上的話 也可以加快他的一個 啟動速度 就是 可以去多一個 10%的增傷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蘇瑞瑪的 強度如何 其他只有一個轉職 兩 他這邊已經拿了國產 他在等第二個轉職 兩個轉職 有機會上到 九等的話 就是 這個 至尊 九蘇瑞 欸 但是 怎麼好像 因為 就六蘇現在的強度真的 普普通通 很不怎麼樣 勝率看起來也會恨 我記得是 四十幾%吧 就前四率好像四十幾%而已 這邊遇到的是 砲手 對 這皇冠守衛在 凱撒身上真的很尷尬 感覺本來是給坦克的裝備 還是要把他放到第一排去啊 好 好像有些人也會放在第一排 但這邊的話就 凱撒 不知倒地 對啊 反正你都帶這個盾了 你要不要去前排頂一下 你頂一下 然後趕快開招 然後飛到後排 智能凱撒 沒錯沒錯 要打出那種頂尖AD操作 對 就怕有一些凱撒會飛到中間去 然後再被夾文控一波而已 但是我相信有精英的實力的人 是不可能做出這樣子的操作的 沒錯 對 這邊的話 這一個 漢莫丁格要不要 如果要拼上線的話 是可以稍微去留一下的 對 反正就是 可以先抓著 然後等下如果真的有錢買技能的話 就可以直接上 然後這邊那時的話就可以合給 奎恩加速他的啟動 剛好跟電刀是一個convo 來了兩家挑戰的內戰 不過這邊 是八等的 而且帶著 惡薩斯 對方也有 哇對方是有個挑戰轉的惡薩斯喔 故事突然之間有一些不太一樣囉 帶著調轉的大哥來了 菲娥拉一打三 凱莎已經啟動 她的殘血一個一個切過去 要切到凱莎臉上了 最後都覺得是凱莎現在開招還是菲娥拉 是凱莎先開到的招喔 還好 娃娃98又頂住了一個回合 差一點要被對面的菲娥拉一打四啊 欸 我記得是有的 因為每一場都有人玩嘛 對 問題 我記得問題好像是柯夾斯 等一下可以再看一下 滿久沒有看 我記得問題是這個柯夾斯 是 有一個人先卡在酒上 好那這邊 對上呢是給我一個面子喔 拉到我久等 這個 殺手這邊洗滴血每一波都不能輸 但是對面的菲娥拉看起來十分的危險 這一波惡薩斯有沒有頂住 沒頂住要切臉上了 啊 還好阿齊爾把它戳掉了 好險喔阿齊爾 關鍵的殺兵 太關鍵了 我不知道波提有沒有這種感覺 我一直覺得菲娥拉是更強的牙術 更強的牙術 有欸 很容易就飛到後排去然後亂切一通 還好把牙術給刪了 對 真的是 玩了牙術好痛苦 終於給我們挑戰一個比較好的大哥 對 這個遊戲的體驗好很多 非常多 舒服很多 這一局大家也還在撐了5-6了 很多血量都還在這個極限邊緣 但都還沒有倒 對 Terry這邊是已經湊到了6炮手 但這就很看空投物資的一個臉聲 看臉色看他偷到什麼東西 啊 好像 而且Terry其實名字也不能太差 因為他現在就是第8名的位置 面對到的是殺手 殺手這邊 感覺是有機會的 被對方強盡到了 這一個應該贏蠻多的 完了殺手 殺手 好像看不到九蘇了 九蘇沒了 蘇蘇 哇 沒有辦法去見證到九蘇的一個屬於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6炮的一個威力還是非常高的 而且他偷的裝子真的是還算蠻不錯的 就是什麼破防者啊 然後一些家暴率的 喔 這邊冰淇淋難怪Terry 就是解析這麼少 因為都在冰淇淋這裡了 而且他是拿3自我修復了 所以其實他的彈度非常的高 有辦法去扛很多波的這一個挑戰 他可以讓這個挑戰的羈絆 不要太快的一個觸發 所以這也很考驗冰淇淋的一個對位 這感覺好像等一下就是 欸 嗯 什麼 啊 計畫有變 計畫沒變只是變得更好 變得更好 對計畫變得更好了 無敵 還好 應該說他不是掉金色的 那好像還可以接受 對 對 還可以接受還可以接受 那沒事了 就是一個3塊嘛 對嘛 就3塊錢而已 驚訝什麼 是沒拿過3塊 但整體的這個質量是真的非常好 就是C位全部的3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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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滴到了2星喔 帶著三件裝 大船入港撞過來來看一下 摩托凱撒被傑西一槍點掉了 這傑西一槍點掉了摩托凱撒 2殺4有沒有機會逆轉 啊在空中那一刀沒有切下去倒地了 欸這邊還在變 還在等還在等 在線的 快等不到啦 再讓我多等一回合 我的轉子咧 而且他是沒有刷牌的 這家文 感覺可以算算看 看能不能2星 因為 確實主坦這邊還異形勢比較尷尬 對 但是 很有自信 沒刷牌 沒關係 我也有個賽恩2星 我們來看看這波打不打得贏 各位對面的砲塔進入到修復塔 2殺4直接切到後排了 1刀 2刀 3 1刀沒有出來被解析給收掉 但這個殘血夠不夠呢 砲塔 修復完 然後現在船長的大撞過來之後 解析不見了 而且2殺4又復活 打掉對手 那這樣的話 老王這一回拿下來 檸檬冰淇淋沒有任何容錯空間 幾乎到選秀 這也話就很關鍵 看等一下老王變出什麼東西 老王這邊 想要拿火炮嗎 邪手被拿走 走了一圈 好拿下了火炮 對 這邊的話 重裝轉 是的 三星的艾克 三星的解析 三星的金格斯 竟然打不贏 魔鬥 這邊還不升等嗎 老王升等 對 感覺是可以升耶 這是 是不是有 Lag之類的 老王 沒有啊 老王剛剛有跳升等出來 時間有在走 OKOKOK 時間有在走是不是 這邊是 五十塊 不做任何的處理 他很貪這兩點的一個經濟 沒有做任何刷牌的動作 他覺得他會贏 他覺得剛剛上一回合是我擺位的問題 這回合 欸 二薩斯沒有走到 臉上喔 二薩斯走到的中間 所以傑西 跟這個金格斯 都還有輸出的可能性 但是 魔鬥凱薩已經把金格斯給吹掉 再一棒 敲到艾克爾最後一棒要敲 傑西了沒問題 最後留這個錢 他是打算 把這個增傷拿起來 但最後呢 我們看到的是 十等 十等就阻止不了了 是 我覺得冰淇淋好會貪喔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貪的玩家 我剛剛以為是他是不是Lag還是怎樣 他是金光發明家嗎 我記得是金 對我記得他是金光發明家 是金光發明家 可是也太貪了吧 他 他覺得可能 一上去之後 因為我沒記錯話他的 因為他可能沒有提升 他深等上去的提升 補的牌他個人認為是沒有就是 那個增傷來的大 所以他這邊應該是因為這樣 所以決定沒有去花那個錢喔 然後 對方的話 我們看到的是老王那個瓢牌 頂級魔鬥人的瓢牌 那個直接在3-7上去的時候 魔鬥就二星了 然後就一路九等 十等 哇 就算金光發明家 跟這次他的這個主壇 家維一星也是一樣 就這樣引上去囉 今天這是他的第二把 魔鬥的吃雞了 哇 魔鬥真的太有實力了 真的這麼說 因為其實他金光發明家 在成奇的話 算已經蠻糊的 不過其實老王 在成奇來說也是打得蠻漂亮的 而且他二星魔鬥的速度飛快 嗯 就是二星魔鬥速度確實飛快 然後老王這邊的話 大家也看到他前面的過渡喔 有這個二星的剎米拉 然後帶著裝 幫助他前面的也有跌到路口沙子 然後鞋漢也保持得不錯 這一把呢 恭喜老王拿下身體這樣 進一道明天比賽 應該是非常穩的喔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就是今天的最後一局對決囉 OK 最後幫大家做個總結喔 第一件事呢 就是要先更正一下 我那一場呢 其實是有個恐怖的 就是這個潘朵蘭呢 在變換轉職徽章的時候 能合成的徽章就只能變出能合成的 也就是說 艾歐轉只能變出 諾克轉達政府轉 迪歐轉 這種就是可以合成的 可以合成可以變可以合成的 那不能合成的徽章呢 只是可以變出不能合成的 像是說上路轉嘛 在S9.5的時候改版後 他已經就是一個無法合成的徽章 所以鬥士轉這類呢 他都是沒有辦法再去變出來的 他就只能是 可能不能合成的 可以變成不能合成的 而第二個呢 就是要來跟大家回顧一下這一場 一直造成聊天室紀念論戰的一個回合 當時呢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這個最後一回合嘛 到底是要升等還是不升等 好大家可以先定格來看一下 如果是你們的話 你們在這個回合呢是會選擇 升等還是不升等呢 大家可以把答案留在留言區 第一個就是你可能會升等 那B的話就是不升等 好那在講我的答案之前呢 我想大家應該有一個比較糾結的點就是 升等的話呢他會無法最大化50塊的這個經濟 也就是你會失去完整的35%的一個增傷 但有沒有可能就是有個方法 他是能夠升級也能吃到這個35%的增傷呢 其實我自己在算已擁有的經濟的時候呢 常常是會把備戰區的角色給算進去的 所以第一時間呢我看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就是覺得欸他的經濟其實已經溢出了 這也是為什麼欸我會在播報的時候就說 欸他怎麼不升等這樣子 那他擁有的金錢量呢實際上是61塊 而升級的話是需要花費8塊錢的61-8 也就是等於53塊 50塊呢是要拿來增傷用的嘛 所以我們這50塊就不能花了 剩下3塊錢可以幹嘛呢 他其實是可以去買這個 他牌庫中的這裡有沒有大家 可以很細節的看到這邊有一張的雷克薩 那這張雷克薩呢就很關鍵啦 他剛好是3塊錢 而且呢他可以去湊出鬥士的羈絆 全員再去加100的生命 這也是呢大家很常會忽略的一些小細節喔 就是你要最大化牌庫中的牌 以及現有的一個金錢 或許說鬥士並不保證能夠贏下戰局 但多了這個鬥士的buff和百味的一個調整 我覺得會是決勝局可以去盡力做到的一個嘗試 不免說欸你可能撐過了這一局 欸你下一局 或許就來一個什麼賽恩之類的 又補了一個大孔 那不知道你們會是怎麼想的呢 都可以留言討論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感謝大家的那一集收看 謝謝你們掰掰